來 大神上台喔 咦 我們應該不用 就可以直接開始喔 因為前面講得太精彩 好 那應該都進來 我本來以為今天這場會跑掉很多 對 那 我們就開始好了 那感謝Mix 大大剛剛的分享 還有一部分是剛剛聽到那個 GCP結費相關的部分 很多結費的小撇步 我想我終於找到 Google股價一絕不正的理由了 好 那還有人在進來 感謝大家今天時間 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今天主題就是 當FiveX遇到Arduino 好 先自我介紹好 那我是Edward 那我目前在Google服務 那我算是Google Cloud這邊的架構室 對 我跟Mix 大大也認識很多年 那其實我的工作是 就是 主要是用Google的 Google Cloud的一些產品啊 服務啊 甚至是一些經驗 然後來去協助客戶去做一些 技術上的升級 或是一些解決他的一些技術 或是商業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出資之後有一些 當一些傳教士啊 例如說SRE啊 DEVAB啊 DOOR啊 或是說數位轉型的部分 好 那我們回到主題 因為我今天DEC有點 像Mix只有幾張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卡到後面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講的是 跟硬體有關 那其實我們就先開始講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其實這是我自己本的那個Site Project 那個時候其實我想說我想要有一個東西 它需要是Internet Base 然後呢它可以去 控制我家裡的一些 家電產品 然後是透過紅外線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因緣際會 想到說OK那我就需要來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那會想要用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Firebase在哪補呢 那在講內容之前 我先做市場調查 今天誰是為了Firebase來的 那所有其他都是Arduino來的 喔不是 所以你們是為了下一場來的 好好好 這個答案有點讓我驚訝 我其實之前 CostCup我參加 那個大叔我年紀有點大了 所以其實CostCup從第一屆我就參加過 那其實我們之前從很小的 讓我講鼓一下 從很小的在科技大樓 就是資車位那一棟 本部那一棟 科技大樓開始辦 辦辦辦 沒有我們一開始在台大印利所 然後後來去科技大樓 然後最後去中研院 然後中研院好貴 我們就跑來台科 那我們曾經有因為那個情況 我曾經有上台過講過 我說靠今天這個主題哪這麼多人 我問說你們有沒有興趣的 沒有沒有人舉手 喔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後面下一場是大神 所以大家先來卡位卡教師 所以看起來今天也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講這兩個主題 一個是Firebase跟Arduino 那Firebase可能 好可能 剛剛市場調查沒有太多人聽過 那我就直接講 其實Firebase它算是Google一個 我們叫做 Mobile Application的一個platform 那很多人聽到它 主要會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Firebase Analytics 就是GA4 forFirebase 就是你今天你需要在你的APP上 那來去買一些Tracking Call 像網頁的GA這樣子 Tracking Call 這裡好冷喔 走快一點 難怪Max剛剛都站這邊 很冷 一股涼風 那 因為這個情況下 你在 你在 你需要買Tracking Call 對你的App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Firebase 只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說如果今天需要 對你的APP做推波 你要去做一些Push Notification 那這個時候你也需要用Firebase 的其中一個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User 他聽過Firebase 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 但是其實實際上 Firebase它有很多種功能 其實我們希望它可以把它 打造成一個叫做 Backend as a Service 你在開發 Mobile Application 你在開發你的行動APP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種 階段 那你不一樣的階段 你會有不一樣的需求 例如說你要做身份認證 例如說你要找一些地方放你的 前端網站 例如說你要找一些地方放你的資料 甚至說我剛剛講的一些像是 你要追蹤你的使用者 或是說你要 你要去做AppTest 那Quest Analytics 這部分的話 在Firebase都會有對應的一個 服務來去做搭配做使用 那 他可能有一些東西 並不是一個嶄新的東西 例如說像驗證 驗證的話 各位在用App的時候 你常常會看到 他通常都會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我用你自己的帳號密碼 就是這個App他想要自己去 創他的會員帳號 會員系統 他就用OK 你就先建立一個email 或是建立一個手機認證 然後 存一個帳號 那更多的情況會說 使用你的Google帳號認證 使用你的Facebook帳號認證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必須要所謂一個叫做 Authentication as a Service 他Fairbase 他基本上把你整合在一起 你只要到對應的這些系統的後台 去設定一些Auth token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這個Token 這些secret 帶到你的後台去 然後他就會整 那個 他就會幫你整理說 你就用這些方訊扣 他就會幫你 例如說像網頁 他就會幫你在網頁 他就買一個DIV 然後這個DIV裡面就會有 用Google帳號登錄 用Facebook帳號登錄 用Facebook帳號登錄這些按鈕 所以 他其實是一個 很方便的東西 我們希望他可以再 加速你在開發 行動應用程式的一個部分 那他這邊當然就支援 就有很多種的平台 你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 因為他其實該有的都有 iOSM除了這個本家 本來就 沒有 就是不會有超過這兩個平台之外 去開發APP 那Web 其實很多 呃 很多情況下 你今天要去開發一個HTML Five的應用程式 或是遊戲 那Fivebase 你也可以直接用 叫Scrip的方式來去做 或是TypeScrip的方式來去做 做使用 C++ C++ 跟Unity 我其實有客戶 他是遊戲客戶 他是Unreal Engine 就是很Hardcore那種 那種射擊遊戲 他是C++在寫的 他也就是用C++的SDK 來去呼叫Fivebase 講完Fivebase 下一個就是Arduino 其實Arduino的話 因為剛剛沒有太多人舉手 就在重新科普一下 其實他是一個 開源 硬體跟軟體開源的一個平台 所以其實他有點像是Raspberry Pi 就是藍莓派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他是一個Embedded的一個架構 那他自己是有一個公司 公司有出官方的一些 一些開發板 或是說開發一些架構 那他同時也可以 根據他的一些授權條款 CC by SA 那ShareLike的一個 一個方式 來去設計出你自己的 Arduino一個架構的板子 或是說一些軟體硬體 那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不管是硬體的話 他是CC by SA 那軟體的話是GPL 的部分 那Arduino這個東西可能 不太常聽到 但是其實在各位 常見的一些IoT的裝置來說 其實他都已經佔有率還蠻高的 那當然不會 大家不會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所以他不會在 他的那個 機器上面貼一個Power by Arduino 不是 就像你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他是底層是Ninix 但是你不會看到一隻器 也不會貼在那邊 這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僅是一個 Home部一個DIY的一個 一個專業使用 那其實很多專業的一些 一些 Home IoT的裝置也是用Arduino 那剛剛這邊提到說 其實很多他是原廠自己 開發 應該說做出來的一個開發板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第三方 謝謝 感謝 感謝Mestada 對 拯救我那個 好冷 那有很多 很多是那個license出來的一些板子 那例如說比較常見 什麼 那到Foot啊 什麼Spotfarm啊 跟Liligo Liligo是 中國那個品牌超強 就是你想到的一些 黑科技 就是說一個小小的板子 它又有Touch LCD 然後又有一些藍牙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 全部都塞在裡面 然後又超便宜 這是一個license過的一個板子 那 既然是硬體 它就會有非常多的 所謂的Hardware Framework 來去使用 它有PAR用那麼多 那 這個時候如果當你需要 需要開發一個跟硬體 就嵌入式系統相關的硬體 來說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選擇 你要用哪一個 Framework 那當然你就會需要 用幾個條件 你才去篩選啊 例如說你是要用什麼樣的 MCU 它這個Micro Control Unit 就是它的CPU 然後它GPIO 如果你需要很多的 外掛裝置的話 你那個GPIO的那個 信號的那個線 就必須要夠多 那 那 另外就是說 RAM的大小 Fresh的大小 或是說它有沒有一些 外接的 應該說一些裝置 有沒有Bluetooth 有沒有BLE 有沒有Wi-Fi 那甚至說有些像是 你有沒有Display Controller Bluetooth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 每一個 這幾個都有 不同的一些需求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取決於你今天還有價格 取決於今天想要的一個 需求 然後來去選擇你要的東西 那在我這個專案裡面的話 我這邊選擇用ESP32 那ESP32算是非常成熟 也非常常用的一個 一個 一個Arduino的一個硬體架構 那它其實是Expertive 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是上海 是深圳的一個公司 他們開發的 那 它有 應該說它的Protocol Postgate非常非常完整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不僅要有Wi-Fi以外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Crypto Accelerator 就是加解密加速器 因為這年頭 你要在上面開發一個聯網的東西 你要聯網 那聯網的話 現在哪一個服務 沒有用HTPS 所以你必須要 SSL 需要TLS的話 你沒有這個Crypto Accelerator 它會非常慢 因為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ESP32這一顆 那個 它的CPU 應該只有200多MHz 200多 在做手機都比它強 比它強那邊1000倍 所以 它既然這麼小一顆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再加解密這些東西 來去做輔助的話 它會非常非常非常慢 那下面這個是AdaFoot的一個 就 我就用這台 用這顆 所以 它的長相就是這樣子 好 前行提到完了 那我們開始來做設計 那設計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 因為我剛剛開始說 我需要聯網 我需要網路控制它 那網路控制的話 我必須要有所謂的control plan 就是 它的主機在那邊 那如果說我 我當然可以把我的指令 直接送給它 那這樣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它會很耗電 因為它畢竟是 embedded system 第二就是說 它如果壞掉的話 或是說它可能重開機的話 我可能會漏失一些東西 我會 我會有一個所謂 single point of failure的情況 所以control plan 所謂的控制平面 必須要拉在另外一個外面 那 就會說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伺服器 一個網站一個伺服器 那當然就會討論到說 我要去 額外拉出來 自己加 server 還是用一些 一些 雲端服務來去做使用 那當然 對今天是用 今天是Firebase的場子 那我當然這邊使用Firebase 那架外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這邊用了兩個 其實算三個 兩個Firebase的一個服務 一個叫Firebase Hosting 我今天我需要一個前端 我需要有一些HTML 我需要加Square code 去服務叫Firebase SDK 那我必須要放在 不好意思 我需要放在Firebase Hosting 那 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也在CrossCover也是講Firebase的主題 去年有來了 舉手 沒有 有 所以去年我聽了 今年不想來 你們可能明天也不會來 好 那你就可以把 他 我就 我其實非常吹從 就是Firebase Hosting 他是一個這樣的功能 他 你很適合放一個小屏網站 你也可以放一個非常大的網站 那Anyway 我等一下會講他的一個細節 那 這是講 前端的部分 網頁的部分 程式碼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做控制 你必須要去跟你的裝置 來去做指令一些Sync 或是主題Sync 我這邊用的是一個 叫Firestore 的一個 資料庫 網路資料庫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要Realtime Database 那我們直接講 Firestore 他其實 不好意思 Google不太會取產品的名字 他真的很莫名其妙 Firestore 他其實是一個分散式的一個 資料庫 他是一個Nosequel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在上面去做 一些 Document Based的一些 他是一個Document Based的Database 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操作 那因為他底層 SDK 他已經做好一些所謂的一些Pooling的機制 所以你可以去Subscribe 你可以透過SDK去訂閱他 我要某一個部分 某一個Document他的更新 那他有更新的話 他就會通知你 所以你就省去了自己去寫Pooling 去問說有沒有更新 有沒有更新 有沒有更新這件事情 所以他算是非常好用 那用起來的話 其實實際上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就長這樣子 他是一個Document Based的架構 如果各位有用過MongoDB的話 他其實跟MongoDB 會用起來會有一點像 但是不是完全一樣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OK 不好意思 我等你講一下 那因為他這邊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去做搜尋 你可以去簡單去做 條件的搜尋跟排序 降密跟生命的排序 那他有這些比較簡單的一個功能 他不然陽春 如果你要非常複雜的東西 不好意思你還是去Sequel吧 你買Sequel 用PostgradeSequel 這樣子的東西來去做 那這個東西算是一個 簡單易用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RealTime Database RealTime Database 其實是Firestore的前身 那他沒有被取代 因為其實兩者有各自的一個特性在 RealTime Database 他的架構比較單純 他是Regional Regional意思就是 他不是全球的一個架構 所以呢他比較快 他可以到Minisecond等級 就是豪鳥等級的去更新 他一樣也是有做Event Notification 就是說你可以去訂閱他 他有更新的通知你 那但是他的缺點也是因為 也不是缺點 他設計上就是 他就是一個大Jayson的資料結構 一個很大Jayson的一個Document 就這樣 所以呢他沒有像剛剛所謂的那個 他用起來就長這樣子 那他沒有辦法像剛剛所謂的那個 Firestore 他就是你可以去做搜尋 甚至說 AutoBuy 不是AutoBuy 你每次跟他查詢 他就砰 就是整個Jayson的一個object 一個大object給你 所以呢你如果資料量用的太大 因為這是Jayson的先生 天生的一個限制 所以太大他效率就會有點差 因為一次就砰全部都吐給你 你100K我就吐100K 你有兩枚我吐兩枚 所以這樣情況 那當然有一些細節使用 但是anyway他就是這樣的架構 那有好有壞 有好有壞 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就說 他是Firestore的前身 Firestore是他的下一板 但是他彼此並沒有互相取代 因為他彼此有不可取代的特性 好 那回到第三個東西 就是Firebase的hosting 那我剛剛講為什麼 他非常適合去放一些小品網站 因為你今天開一個網站 你要去裝 LAMP 你要裝Minist 然後裝Apache 然後裝什麼MySQL 叫PAP 那 你要去設定那些東西 又很麻煩 還有負載平衡器 然後還要Lobanker 還要Lobanker 還要評證 好CDN 那其實這個東西Firebase 你要直接幫你弄好 全部幫你做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更延伸 Firebase還有其他功能 叫Firebase Function 就是你要做一些 Function as a Service 就是直接寫一段程式 把他丟上去做執行的話 他可以幫你做整合 那這些東西都幫你弄好 然後他的Local Emulator 就是本地端的模擬器 非常的強大 所以 如果該做 各位都沒有試過Firebase的話 我非常強烈 就是大家 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試這個東西 好 Firebase講完 那我們講Arduino 那Arduino的話就變成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考慮 考慮一件東西 就是我要找IDE 當然嘛 就開始寫程式了 那程式 大家就要來站著說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IDE 有人說我要VS 我要VS 我要VS Core IntelliJ 那其實 在Arduino裡面的話 我們非常建議 就是一個東西叫Prayform IO 那Prayform IO的話 他有自己有Stand alone的IDE 他也可以跟VS Core去做整合 當做他們的extension 那他其實在用的方面很簡單 你把Prayform IO裝好之後 你再選擇說你要什麼樣板子 因為板子我剛剛講吧 那個Hardware Framework 你選擇你的板子之後 因為他對應的是我們所謂的BSP 那這是Embedic System 比較底層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說你要用哪一些Library 你要用哪些第三方的一個服務 我剛剛先講 雖然剛剛有提到Firebase 他有C下家的SDK 但是我們今天雖然用Arduino Arduino算是用C的語言 但是他並不是使用Firebase的SDK 我們這邊用的是一個第三方的OpenSource的一個Library 來去在Arduino上面使用Firebase 那你在這邊選擇你要的東西 滑鼠點兩下 他就會幫你產生出這樣一個設定檔 他就會幫你去設定好說 你要什麼的Compiler CrossCompiler 然後你要自己去Link哪一些Library 幫你做到 所以Prayform IO算是第一個 就是你要去設定他的ID的一個主態 一個環境 好那 ID好了我們開始寫程式 那寫程式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講了 我今天我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今天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透過紅外線來去控制 其實是家裡我家裡的那個遙控的那個燈 他是用紅外線去用遙控 那所以我必須要先把 先把那些紅外線的那個指令給 給紀錄起來 那我們當然這邊用的是一個 OpenSource SDK 那他可以支援就是去讀取 你當然要在板子上面有給他一個 那個讀紅外線的Receiver Ir Receiver 那讀好之後他去做Prossever 那其實這個 SDK很強大 他可以去Prossever什麼 各自各樣品牌的什麼 你是冷氣遙控器啊 電風扇遙控器 只要是紅外線 電視遙控器 他會幫你Prossever 但是其實更多情 我這個時候要用的是直接把他RAW 把他的那個原始的那個 那個紅外線的一個指令給紀錄下來 那這邊值得一提就是說 其實他這邊用的是 所謂的onside integer 16bit 16bit onside integer的一個array 來去紀錄這個東西 那科普一下 就是說可能各位 對如果不是做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不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看紅外線 這個不是這是雷射 好紅外線按一個東西 我要開電視開 你會覺得好像 正常人看不到 如果人以前用那個有IRGIRT的 那個手機 你會看到他亮了一下 其實他是一個脈衝波 他是一個38kHz 就是一秒會 38000次的一個指令 這樣出來 所以呢他必須要去做編碼 他就是一個 就是10bit長的一個編碼 那在 那個電腦裡面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做 如果把它放進去的話 我們就會用 16bit onside integer 因為0到6535 這樣才放得下 那 因為他裡面又是這樣子 我必須要把它存成文字 才有辦法 丟到5bit做儲存 所以我必須要用 Base64來去做編碼 所以呢 編碼完之後 他必須要把一個 16bit拆了兩個8bit 所以他編碼出來之後 他的長度會 變2倍長 所以科普結束 他就是會做這件事 需要做這件事情 來去 把你的那個 那個IR的指令可以做 那做好的時候 那我們就開始去 收集好 那些指令我們開始去連線 Firebase 但是呢 Firebase需要網路 所以第一開始我必須要去設網路 那其實這個算是 Arduino他根據他的板 每一個板子 會些位有點不一樣 那基本上就是去設定他的 Wi-Fi的AP 這邊寫實 AP的名稱 AP的密碼 然後DHCP去抓那個 這指令 B8這樣去做 其實差不多的板子 會差不多的 的設定的情況 好 那有Wi-Fi之後 我接下來就要做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校正時間 因為 其實我們必須要去跟 Server去做認證 那認證的話 OOS 他就必須要有兩邊 就是你 Client端跟Server端 有 一樣 或是接近 就是誤差幾秒之內的 一個時間 那 像這樣子 Arduino這種小板子 他是沒有電池的 沒有電池 沒有RTC 沒有Real Time Clock 所以你今天把電拔掉 他不會記住現在是幾點 他每次開機 就算你把電子插進去 他還是從0開始算 他不會是從什麼 1970年的幾月幾號的第一秒開始算 他會有那個Real Time Clock 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去 跟他講說 你必須要去跟網路教室 就是所謂NTP 那一樣嘛 就是設定這樣的東西 然後去跟 我這邊當然自己 就拉那個 Google的NTP Server 去做跟 去做教室 然後大家就設定說 你就一天教室一次 這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沒有NTP 你其實認證不會過 那 好了之後我們就開始去 去初始化Firebase 那Firebase這邊 其實就是跟著 那個SDK 來去 那個Library 來去做這樣的東西 那 值得一提就是說 如果各位有在做 Backend的一個設計的話 我們會發現到說其實 就是 在領域上面有一個套件要去裝 就是 CA certificate 就是說 它其實去更新 所謂的那個 憑證 在系統裡面的憑證 那 應該說 整個憑證 SSO憑證 它更新非常快 那有一些 不管是 更憑證 或是中繼憑證 啪啪啪 這種這種都是 就是非常變動很快 那你的系統裡面 不見得會有最新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會有造成這種情況 就是說如果沒有更新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到的情況說 你去跟Google認證 你去跟Google溝通 那它會說 它會告訴你說 對不起 這個認證我不認識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必須要先去 算是 它的那個 GitHub上面也有寫 你必須要先去Google網站 去把它的那個憑證的檔 抓下來 強迫 Arduino去認識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會知道說 OK好 這個憑證我是認識 我是看過的 這個就算是一個小細節 那 Wi-Fi搞定 NVP搞定 Firebase搞定 那我開始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送Heartbeat 那 其實Heartbeat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很小 大家有看到那個很小的一個Arduino板子 我把它插在那邊丟在客廳某個角落 其實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活著 那 我有可能在 因為我會做這件事情 我人就不在 所以我會希望可以透過網路來去看說 這個東西到底沒有 這個小傢伙有沒有活著 所以 我透過送Heartbeat 我會知道 它幾秒之前有連上網路 然後是活著這種情況 是透過這樣 那這個東西資料 我們是直接送到Firestore 每次Create 一個新的一個Document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 那個 可以發現到說 因為我會有一個Auto ID 就是自動 隨機 產生一個一串字串 來去做它的一個 Document的那個ID 這樣才不會衝到 因為 Firestore沒有所謂的Auto incremental 就是自動增加序號這件事情 另外就是說 我們設定一個東西叫做 不好意思 那個有點小 叫做 inspired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送到 你把Heartbeat送到Firestore 你會看到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你其實可以在 這個東西 inspired 我是故意再 再把那個時間再加一天 加8600秒 那我們可以其實用Firestore另外的功能 就是說TTL 這個時間到期之後 我把這個東西砍掉 為什麼省錢 剛剛Max講省錢 就是 因為這東西放在那邊 就是要儲存要費用 那IoT這東西 Device多 然後沒事又送給Heartbeat 那你可能 不知不覺 就把你的信用卡給刷爆了 所以的確是有這種情況 那 當然它這邊的話 就是 實作上它是說 到期之後的72小時 會把它砍掉 等某一天 某一個時候會把它砍掉 所以這個機制是可以用的 因為 我在講說 奇怪為什麼我這個Heartbeat 那個datasap不見了 因為全部都被砍掉 所以我昨天緊急 再把它接上電 還會動 他就自己 晚上就自己 再幫我送個Heartbeat給他 很乖 好 那 接下來 Heartbeat 有人 那我現在就要做 實際上的操作 那 剛剛我說 不管是Firestore 還是Realtime Database 他都有做一個所謂Event 做Event的Notification 或Subscribe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說我去 聽 這邊是Realtime Database Realtime Database 上面的某個Set 聽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他去聽這個 那如果我去更新他的一個指令 或是這樣的Schedule 他可以第一時間通知那台機器 那那機器就更新說 你原本說你11點要開 那變成11點半才開 那他會更新他的設定檔 所以他的好處是 你不用層次一直在那邊寫Pooling 就是去輪選就問說 欸欸欸欸 好了沒 他其實用他原本機制去統治 那 實際上操作其實還蠻 簡單 欸欸欸 喔喔喔喔 那 那 那有嗎 那我們這邊可以鬧出一下 就是設定一些Callback 就是你有了 如果說你去 我去 我去註冊他 欸如果你有資料OK的話 你就把 當你資料進來 你就送給這個Callback 那Callback裡面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 我進來 因為我要把它變成一個JasonType 然後去拉說我裡面的那個 那個指令 指令名稱 然後最後再把 因為我剛剛講嘛 因為我那個指令名稱是編碼 被16是編碼過後的 呃 的字串 所以我必須要再把這個字串 再把它轉回 那個16bit on 3 integer 然後再送給 那個 那個 紅外線的那個sensor 去發那個紅外線的那個指令 那值得一提就是說 這個算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家這樣就會動的東西 就是說 呃你一個紅外線指令 最好要 連送三次 當然中間要停一下 連送三次 有時候送一次 不會動 送兩次可能也不會動 送第三次欸終於動了 那 就很多 因為 紅外線其實是會很會干擾這種情況 很多東西 那 他可能因為 呃 整個環境的折射啊 或什麼東西 那 所以 實機實務上的話 我們會說 欸你要這一座 發送的時候 可以 呃 多發送幾次 那三次是中間停 0.3秒 發三次其實是 滿萬無一時的一個情況 所以是 呃 這樣做 好 做完了 城市部分做完了 那其實 呃 做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討論說 那到底什麼 這個專案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第一個 呃 呃 第一個就是說 在 呃 schedule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用 呃 Arduino裡面那個timer 這個 這個計時器 來去 那等於就是說去設定 有點像是手機裡面鬧鐘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 我會設定幾分鐘之後 去呼叫這個某個東西 或是說我要設定 幾點幾分 幾秒的時候 來去 來去執行這個這個層次 所以可以用這個東西 讓程式更簡潔更有效率 另外就是說 在送 剛剛都要可以送 Hardbit 我每天 我剛剛送Hardbit 只有送我的hostname IP 跟時間 那 其實這個東西好像也沒有太 呃 如果你可以再加一些東西 東西的線索 例如說你去增加 因為我要開燈 所以我是增加 我在裝一個 呃 光感的一個sensor 然後 我會知道說 欸我今天開燈之後 下一個Hardbit是不是真的有 燈有開 我那個亮度變增加 變高了 不一樣了 變化 或是說我已經關燈之後 燈是不是真的有關 那也可以加一些什麼 溫度濕度 一些sensor 我覺得因為 你都已經做Hardbit 你已經往外送了 那電動已經好了 那不如就是再多送一點東西 那第三點的話 其實剛剛也 大家各位應該有印象 就是我在說設定 呃 Wi-Fi部分其實是寫實AP的 如果說我把這些裝置拿來這邊用 不好意思 完全不能用 因為我的 我要重新去 重新上傳那個 城市在裡面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但是這個也是 大家都知道說 你今天去買一個 IoT的 device 它通常都會要你先 呃 有點像那個行車記錄器 它會要你先連上一個 奇怪的一個 呃 那就是在那個小機器裡面 它自己的 Web Server 然後從那個Web Server 再去設定一些 實際上增在到臉的AP 跟它的密碼 那 呃 其實它 也沒有什麼其他招數 但是基本上 它這樣會比寫實在裡面更好用 那 呃 呃 那三任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幾個啦 一個就是呃 其實在Firebase上面 使用Firebase 當ControlPan 其實真的算是非常 簡單又穩定的一個選擇 因為 呃 其實Google 用這種圖管式 或是說那種 呃 代管式的資料庫 或是服務 雲端服務 好處就是我不需要去管 我就用就對了 我不需要去管它的一些什麼流量啊 或者說高可用啊 甚至被網路攻擊部分都不用管 我就用就對了 我就用照 雲端好處就是 我就照它使用量去付錢 所以這非常有用 第二就是說跟 另外兩個跟 Embedded System有關 因為 我第一份工作寫Embedded System 那其實我也 十幾年沒有碰這個東西了 那其實如果說你要在 潛入式系統上面要去做 debug 例如說要設中斷點 你還是需要一個東西叫JTAG 要不然你還是只能在那邊 print來print去 print去 其實沒太多效率 而且它有可能不會print到 所以如果你要設一些 比較 比較細部的一些 debug的話 JTAG 你要用JTAG 另外就是 Embedded System Memory Leak是你最大的敵人 就是硬傷 就是當你 因為它是 它機體也沒多少 幾百K吧 還是幾Mb 那當你 以為24小時 不斷的一個loop在那邊跑 那如果你有Femory Leak的話 沒有 該Delete的東西 沒有Delete 機場沉托 它就當給你看 Crash給你看 所以 對那個Memory Leak 我也又重溫了 小時候 遇到Memory Leak的痛苦 那 我這邊用到兩個 跟OpenSource相關的一個Library 一個就是這個IR Remote ESP8266 那我剛剛講 它非常強大 它可以去Sony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 跟這個東西相關的專案的話 你用這個專案 它可以Sony 這個 那個 那個 紅外線遙控器的指令 去剖析說 這是什麼品牌 它會有什麼功能 它可以直接幫你去做使用 這是一個 那另外就是用了 這個東西 因為它沒有LOGO 直接把它的專案名字 給簡單粗暴貼上來 Firebase Arduino Kai Library 什麼ESP8266 888這幾個 那 這個專案呢 它 有 它算是 獲得了2020年 Google OpenSource Peer Bonus Project的一個專案 那剛好來賣一下這個東西 接下來兩張是工商服務 第一個就是 其實 我在Google服務 Google 各位應該知道一個 一個文化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對某一個人 或某件事情 他對你幫到忙 你會很感謝 我也希望發一個Peer Bonus給他 他是一個錢 他是一個現金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給 擴展到 Google之外 的一個服務欄 的地方來 所以我們每年 會有 大概兩到三次的機會 然後來去 找尋 這樣子一個專案 或是人 那 他可能 他跟開源 當然重點是要跟開源相關 那我們去 會去做審核 如果說 這個專案 他的一個貢獻 對看遠社群的貢獻真的很大 或是說這個人 他對的貢獻很大 因為他不一定是 是專案 他可能是一個寫手 或是說一個 mentor 那我們會 一樣會去做獎勵他 那他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這個QR Code 他是有一個 一個表格可以去 如果你自己有 覺得這個 天啊 這個專案是幫我好多忙 或是說 我覺得我自己 然後睡之前 我這個專案 天啊 Github上面有幾萬個 幾萬個星星 然後幾百個fork 我應該值得得這個獎 你也可以填這個東西 那 顧問內部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委員會 去做這個審核 那每年應該是兩次 上半年也是下半年一次 然後會去頒這樣這獎 我不太清楚 會有多少錢 但是應該是 幾百塊美金吧 那 不一定是小專案 不一定是大專案 我們有大專案得獎 有小專案得獎 所以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Arduino 那個Firebase SEK 就是有得這個獎 好 那最後就是 另外一個工商服務 如果各位對 Google的 Google Cloud的一個技術 有興趣 大家可以加入這個 叫做Cowl Innovator的這個 這個計畫 那 這個計畫最近非常火紅 為什麼 因為 各位知道Gen AI出現了 那Gen AI出現的話 Google有對應的Gen AI 一些索物訊 那Bud 或者說Pump Pump2 那其實在Cowl Innovator 如果你有加入這個計畫的話 其實你會有機會 也沒有機會 就是一定 你會有這個資源 可以去存取到 剛剛講這些 不管是Bud 或是Pump2的一些Lab 那不用錢 不用錢 那 那 你可以加入這個計畫 那 你可以去從這些計畫 會得到一些額外的一些 資源啊 分享啊 或是一些Web Talk的一些機會 好 那 以上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超時 我講得超快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我還有時間可以Q&A嗎 這麼好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們真的是 準備要聽下一場 好 可以再敘述一次 就是你的這個專案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今天本外見 我們知道 有整個 那 這整個東西 是在做什麼事情 對 這故事可能 或者是發肥 好 故事是這樣子 我就直接跟你講故事 故事就是今年年初 過年的時候我想要出國玩 那出國玩的時候 覺得說家裡好像沒有人 就是好像會找小偷 然後因為我家的 對 這是真的 那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燈 是那種吸引燈是可以用 紅外線眼控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時間到可以開燈 假裝家裡有人 但是我又不想二十小時開 因為小偷很聰明 就覺得靠腰在二十小時開 一定就是假的 對 所以就是該開二十小時開 然後 好 我也不想電被爆炸 所以我的這個裝置就是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時候 不管是手動或是自動 去送那個紅外線指令 砰開燈 然後時間到砰關燈 對 所以心路歷程這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 我們知道其實數量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 對 可以 對 其實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寫到後來有點懷疑人生 太久沒有放銀杯題了 是 前問問買過那種 控制那個機器 Ir的 對 還是 靠電 對 對 可是我發現 話很明顯 說 設定都跑掉 可是你說 WiFi的設定 你們 不知道你們會遇到什麼 WiFi設定跑掉 應該基本上 我知道你說那個東西 其實我自己也有買 冷氣的 台灣應該現在有賣 它叫Sensible 它是以色列的公司 那 當然很多 不是只有這個 那WiFi設定 因為WiFi設定 通常是寫在那台機器 它不會透過網路去拉 那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會 把它拔掉 拔掉 就是Hollyboot 拔掉電腦 再重插 所以它的 它設定好之後 它那個值會寫在那台機器裡面 那 就還會在 因為它寫在 它寫在Fresh裡面 所以還會在 還是在裡面在 那比較長的就是說 其實會有那種情況是 我今天 我是控制冷氣 假設我是控制冷氣 好了 我同時也用冷氣 用去調溫度 但是呢 那個Sensor它沒有 同時接到這個指令 所以例如說 你跟Sensor講說 我要調到23度 但是我今天好冷 我要調到25度 但是Sensor還是以為是23度 所以你下次跟它說 我要熱一點 它就從23往上加 變24 而不是從25往上加變26 會有這種 不同步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紅黃線有非常多死角 非常多可能 受不到的情況 所以會有這種 這種要解決的話 要嘛就是你只能單一用 Sensor去調 或是你就不要用它 用遙控器去調 或是這種情況 請 請 38K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指令是 非常有可能 就是你的 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一樣的牌子 例如說今天Personica的電視 它用的指令級 電視的指令級 會是一樣的 它那個POSE 那個麥充POSE 是一樣的 所以我一樣 就跟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買過那種 萬用遙控器 外面租房子 靠 有把那個房東的那個冷氣 弄壞了 就是電子漏液壞掉 所以我就去那個 這個大賣場買一個那種 萬用的冷氣遙控器 它就說 看你是什麼樣品牌 然後按那個Mage number 按一按之後 它就變身成那個品牌的遙控器 Toshiba就變Toshiba 那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一樣啊 你的確 你的確是可以說 我之前幹過這種事情 就是 第一台Android手機HTC 好 仰萬一下 HTC它那個時候有做那個 IR 有嗎外線 對我聽到有 那個年紀跟我差不多 就 有些時候去看 去外面吃飯 就說 靠腰TVBS 萬一下 這什麼品牌的電視 按一下 自動幫它通開 然後老闆上完菜說 那哪變 那哪變那個大愛台 所以 的確有可能 只要指令一樣 就因為 黃外線沒有什麼認證機制啊 就只要會通 就是話講的語言會通 那馬上蹦就過去了 對 你那一部分的關鍵是叫做 關 大媽關場女 兩位請 因為這你應該知道 對我知道 他會有說大媽會像是廣場女 那就是那個 術務局很煩 他就 有時候這樣把它 對 對 Session hijack 對 所以為什麼要TLS 要SS 就是這樣子 加密啊 對 沒錯沒錯 這是很有趣的觀察 請說 那為什麼 當初有那麼多硬體 然後為什麼要選 電體 那為什麼 那麼多硬體 為什麼要選這個東西 個人自我挑戰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 因為 對 因為 就是 呃 在Google工作其實 蠻枯燥發揮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 找一些塞法權來做做 沒有因為好 我是寫城市出身的 但是其實我的日常工作 我碰不到城市 那我就覺得 啊 人生不coding 就是面目可憎 哈哈 三次不coding 面目可憎 所以 來找個 因為我 我玩Respray Pi 玩得很久 但Respray Pi 還太heavy 它太 對 它還是太大台了 所以Arduino 就 對 就玩看看覺得還不錯 對 供電 供電 喔 它很棒 它接Type Type-C 對 然後它可以接 電池 鋰電 它有個 不好意思被切掉 就是它上面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Tag 一個兩PIN的Tag 它是接那個Battery Pack 接上去它接鋰電 外接鋰電 然後就充電 然後如果那個Type-C沒電 它就用鋰電供電 就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板子 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甚至也有板子 是沒有這個Battery的Connector 也都有 好 那就 不好意思 站到下面的時間了 再次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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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